另一边,车子平稳地行驶在路上,萧毅和苏紫月有说有笑,车厢里没有开暖气,气氛也很柔和,连韩列都下意识地放松下来,后背悄悄地嵌进到椅背里,前面红灯,韩列手把着方向盘,翘起食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,忽然落空了。 她看着自己的手,抬起的食指不受控制地微微发展,双眸瞬间的拧起,窗户边看了一丝的小缝儿,刚刚行驶的时候,有风吹着还不觉得怎么样,现在一停下来,忽然间闻到了一股诡异的气味。 很轻,很淡,若有似无,很容易就会被忽略,可那个味道呢偏偏就是无孔不入,抓不着也找不到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。 韩列,怎么了?红灯灯过了,你怎么不走啊? 她突然回神,冷不丁地后颈一凉。 要不是萧依依叫她,她险些回不过神来呢? 整个人像是突然间掉进一个黑洞里,又被硬生生地拔出来。 突然间头有些发晕,终于令她脑中警铃大作。 夫人,快下车,车里被人动了手脚。 突然间,如同死一般的寂静,耳旁只有窗外刮进来的凌冽的冷风, 刀子一般地刮在了脸上。 苏紫月立刻抓住萧依依的手。 萧依依,我把车门打开,你快,快下车。 刹车已经失灵了,速度完全不受控制。 前方不远便手弯道,两侧的围栏下是十几节的台阶。 萧依依眼睫重重地颤了一下,低下头,看到了苏紫月的手上。 明明这个人怕得要死,连手都在发抖,就苏紫月手上那点力气,根本就控制不住谁。 自己反倒像是一个纸片人一般,一吹便倒。 萧依依牵了牵嘴角,抬手负在苏紫月的手背上。 别怕,我的命硬着呢,跟我一块儿,想死都难。 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要心情嘴瓢? 苏紫月真是恨其不争,赶在死神面前开玩笑,也就只有萧依依了。 话音刚落,苏紫月手臂上突然间钻紧的疼痛,逼得她肌肉都净完了。 仓促间低头看过去,正好看到萧依依钻着她手臂的手,力道寸寸收紧,一把将她给拽了过去。 下一秒,一颗子弹设计在她那面的车窗上,即便是防弹材质的,子弹还是被欠进了半颗,蜘蛛网一般地往边缘碎裂开来。 那破碎的纹路闯进苏紫月的眼里,禁不住的双瞳涣散,惊惧难言。 刚才就差那么一丁点,要是躲不过去的话,自己这条命就没了。 她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,拔着萧依依的手腕,感受不到彼此身上的热度。 只觉得触碰之间,不知道是谁的冰凉,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。 一颜。 她想说点什么,可是嘴巴却像是被粘住了似的,根本开不了口。 下一瞬间,一只手在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,带着安抚的意味,头顶落下熟悉的声音。 别怕,有我在呢。 然而喜听之下,仍是有着一丝的紧绷。 萧依依用力地盯了一眼车窗,两眼之间的焦距定格在那枚子弹上,眼瞼重重地往下压了压。 哼,不怕死的。 话音刚落,垂下的另一只手瞬间起誓,凌厉的眼光朝后看去。 两辆黑色的轿车,毫不遮掩地跟在后面。 那样肆无忌惮地挑衅,早就已经刺激到萧依依了。 然而还没有等她动手,面前忽然传来寒烈的声音。 夫人慎重。 萧依依嘴角压了压,目光一扫,和寒烈对视了一下。 怎么? 分秒说过,您不可以再默默然地用功。 多使用一次患指,只会消耗您的身体。 可我除了患指,我还会什么? 从她有机一开始,患指的每一招每一事都在她的脑海里。 熟悉得如同是呼吸一样,她根本就不知道在强行被植入患指之前自己会什么。 而不用患指又要怎样自保或者是保护身边重要的人呢? 况且,患指救过自己好几次了。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温秒说得那么糟糕? 只是用一点点呢? 那两张车上,最多也就六七个人,我能对付。 寒烈似乎看出萧依依的心思。 夫人不用动手,交给我就行。 这话若是搁在平时,能够给人很大的安全感。 可是苏紫月也许听不出来,但萧依依这种习武的人是能够听得出来的。 此时寒烈的气息压着,很是不稳,她在强行忍耐,可那份冷静反而不算是冷静了。 这时候,砰砰几声,子弹打在车窗上面,虽然没有一颗成功地射进来,可那声响也足够将人的神经拉得紧绷。 苏紫月没能忍住,抱着头钻进萧依依的怀里,失控地尖叫。 萧依依再也听不进去劝了,朝后面扫了一眼,正好看到黑色轿车的窗口里露出的人头和手枪,黑乎乎的洞口,嚣张地对着他们的车子。 在闹市区里,胆子大成这样,来头不小啊,只怕这次盯上她的人比之前的来势更大。 萧依不会就这么被人咬着尾巴追,还不反击,她压根就不喜欢这种被动的地位。 可偏偏就在她要有所行动的时候,苏紫月突然抱住她的双手。 你别跟我生什么坏心思,不让你动手,那就待着。 说话间,嗓音里难以抑制地颤抖,但是双手上收紧的力道牢牢困住了萧依依。 苏紫月的确是被吓到了,可还没有被吓到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地步。 寒烈的话,她听得清清楚楚。 都来不及吃惊,第一反应便是不能让萧依依有任何冲动情绪下所衍生出来的武器。 想都不曾想过,萧依依的患者,这个曾经救过她自己,也救过身边人的绝迹,居然是种在萧依依体内的一种慢性毒药。 我警告你,你想都别想。 苏紫月没有去看萧依依的脸色,没有必要看,况且自己此时的面色也算不得多好看。 车窗上倒映出的惨白面容连五官都模糊了。 她喉尖哽了哽,强行将那抹哽叶给压下去,对韩烈说。 开快点,穿梦园去,把后面的人甩开就行,等到了四爷的地盘, 就,就安全了。 韩丽往后视镜里面看了眼,心里松了口气,幸好夫人身边还能够有支得住她的人,可是,真的能甩开吗? 苏紫月没看到,萧依低头凝视着她的眼神里,逐渐地褪去了力气,有一抹耐人寻味。 而此时,后面有一辆车迅速提速,和他们的车并肩而行。 后座的车厢伸出两只黑洞洞的枪口,对着嵌入半颗子弹的地方,疯狂地射击。 苏紫月靠那边进,被密集的扫射吓得六神无主。 不管是阻止萧依也好,劝话也好,什么都说不出来了,被这一声声的喷响震得四处逃窜。 萧依从容地接过往怀里面钻的苏紫月,这个档口,她一点都没怕,药黑般的铜人里闪烁着的光芒,仿佛是一把已经出鞘的刀刃。 她一下一下地拍着苏紫月的后背,你家萧小义,可不是缩头乌龟的料。 苏紫月愣了愣,她一把扣住萧依的胳膊。 小混蛋,你想做什么? 哼,你猜,这种时候了,萧依依居然还能够笑得出来,她脑回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。 可是苏紫月喉坚却像是噎了什么东西,话也说不出来,紧接着她恍惚间看到萧依看向韩列的目光。 四爷知道了吗? 韩列扫了眼手表。 已经将位置传给四爷了。 嗯,既然四爷知道了,那么…… 说话间,萧依依伸手进韩列的口袋里,拿出一把黑色手枪,就让我自己先玩玩。 夫人! 小混蛋! 萧依依的手指已经搭在窗户的按钮上,两人同时惊惧地看着她。 放心,不让我用患者我便不用,只是不停地被人打扰,吵得很。 那些猎狗很容易就能让他们安静下来。 萧依依一把将苏紫月拽回到另外的一面靠窗的位置,瞬息之间两个人便掉了个个儿,快得连当事人苏紫月都没反应过来。 当她身子落座之后,愣了一下绳之后,才慌慌张张地抬起头,正好看到萧依依那个疯子竟然打开了车窗。 小混蛋,我的话你不听是不是?快把窗户关! 一声枪响炸立在耳旁,苏紫月没有说完的话被噎了回去,惊慌地瞪大了双眸,满是不可置信。 一发,还是在这样的高速的车速之下,在降下车窗的瞬间,萧依依利落地上膛,似乎没有瞄准,便朝着敌人射击。 以为她只是胡闹,却没有想到,居然一发命中了后座那个男人的眉心。 手枪从那个男人手中脱离,萧依眼睛都不太眨的,又是一发过去,子弹擦过手枪,连火花都没有溅起,就像是自己的意识似的,笔直地冲着后座的另外一个男人而去。 这次,那个男人顺势躲过了,不过胳膊被子弹擦伤,从喉间冲出的闷吼声如同是野兽的嘶吼。 再一看,被他们瞄成目标的那辆车,后座的车窗半将,女人柔弱无骨的手腕悬在窗户上,手上握着的枪沉稳有度,毫无虚发。 最可怕的是,当男人看过去的时候,被打落的手枪之后,露出萧依依的双眼,微眯着,冷静矜持,清冷无温。 看着他们,仿佛是在看着死物一般。 这个女人好可怕呀。 如今的萧依依自然不是以前的萧依依了。 除了四爷亲自教授,她的师父除了韩丽之外,整个莫门的高手都教过她,尤其是枪法,身边跟着关城城那么一个小枪神。 作为主人,她能差到哪儿去呢? 别说是学到关城城的一半,就是学到个两三成,也足以让她对付现在的情况了。 连发两枪之后,萧依依果断地关上了车窗。 她可不是傻子,在回击之后还会让对方抓到空隙。 一回头,对上了苏紫月的呆滞的面孔。 哼,是不是被我的英勇身姿给摔到了?连话都不会说了。 苏紫月的确吃惊,在她的印象里,萧依依永远都是一个三脚猫,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那天身手呢? 知道你吓到了,我不跟你拼,把我的手机拿好。 萧依依将手机从包里拿出来,扔给了苏紫月。 可是苏紫月没有力气接,她的手都像是僵硬了,抬都抬不起来。 眼看着手机快要被扔到座椅的夹缝里,萧依依抬了一下脚,将手机踹回到苏紫月的怀里。 萧依依